大家好,今天分享一个小笼包,快速简单的做法,不需要二次发酵,蓬松,削软,筋道,好吃,喜欢的话可以看看哦。 南瓜去皮去瓜嚷,切成小薄片,放到锅里面蒸熟,蒸熟之后,倒成南瓜泥,温度降到35度的时候,加入5克酵母,搅拌均匀,准备小麦面粉500克,南瓜泥300克,揉成光滑面团,盖上盖子,放到一边备用。 接下来调馅,我准备了鲜肉和酱肉,两种馅料,豆角切成末,加入适量的鸡汁,食用油,蚝油,13香,生抽,老抽,搅拌均匀,接下来是酱肉馅的调法,先把猪肉炒散,加入姜末,葱花,翻炒均匀,再加入两勺甜面酱, 两勺黄豆酱,翻炒均匀就行了。接下来就是包子皮的制作了,中间先戳一个洞,这样很容易把面团整理成长条,分成均匀的小剂子,撒一点干粉防止粘连 擀成边缘薄,中间厚的包子皮 包的时候,你捏的那个面要往上提拉着,这样才容易封口不露馅 全部包好之后,放到锅里面自然醒发30分钟,还要看你那边的温度,时间只是参考哦 面团颠起来,手感发轻,就可以开蒸了 开中火蒸25分钟左右 搓一搓,南瓜小笼包,个个松软 喜欢吃包子的就赶紧试试吧,做法简单,虽然没有经过二次发酵,但是口感依然不错,挺好吃哦